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小丹Part V 我是小丹 他是專家 我知道現在我的臉超級黑 但是請大家見諒 因為我們現在在一個 200年歷史的古董Hotel 時候的人是不需要照明的啦 現在我所在的地方是 South Boston Virginia 我現在所在的這個莊園叫做Barry Hill 雖然它是古蹟 但是它也是可以帶狗狗來入住的 非常好 Expert的注釋費也是 50元 這整個莊園大概有40多個acre 這裡面所有的建築都是1800年代所建造的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睡在這種 四根床柱的床上面 真的是太酷 之所以挑到這個莊園呢 是因為這個莊園有非常多非常多的 黑歷史 這裡面真的就是充斥了一個滿滿 就是會鬧鬼的感覺 今天影片就是 我跟Expert要帶大家來參觀這個 200年的歷史莊園Hotel Let's go 我才剛到 所以我現在我要先 去附近可以喝一杯的地方參觀一下 第一個最常來的景點就是這個Mansion裡面的Library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酒吧 那在這邊當然就要喝一些給白的飲料啦 目前為止我看到所有的客人 清一色的都是白人 我可能是目前為止看到的唯一的亞洲人 接下來我們繼續參觀一下這個美麗的地方吧 Go 現在我們來到一個好大的會客廳喔 現在在這個位置就是這個莊園的主洞 從大門一眼望去就是這個情景 這裡就是這個莊園的正面 早上去看看吧 不是我在講啊 古老的美國人真的很矮耶 這個莊園很妙耶 每個地方都不是很大 如果我看American Horror Story 這裡真的很適合 New Orleans的那個Witch House 還有那個感覺 在後面這個牆可以看到這個莊園 在這200年來它是如何慢慢的增建 這個莊園它外面占地真的非常大 不過它的本棟就是我現在身處的這一棟 其實感覺並不大 住人的房間並不多 這個莊園的外觀它的建築就是仿造帕德能神廟 只能說美國人真是很有創意啊 現在在喝的飲料就是我好久好久以前 你朋友介紹過的Mannhattan Gran Manhattan做法 請看這個連結喔 這個就是莊園的本體 那麼剛剛就是在這個莊園裡面的Library Bar 喝了兩杯 這個莊園的旁邊呢有兩個別館 1 2 這兩個別館看起來都像倉庫一樣 但是剛剛那個Bartender跟我說 這兩個都是現在可以開放住人的旅館 住在裡面好嗎 那我們去偷窺一下這個旅館長什麼樣子 嗯 什麼都拍不到 這不是當然的嗎 它就是這樣子方方正正的一棟 冷氣是開的裡面真的有人喔 今天這邊正在舉行一個南北戰爭的紀念會 所以這邊有在賣南北戰爭撲克牌 這邊在賣一些超厲害的古裝 靠這一件300 接下來讓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我們去找個正常有東西吃的地方吃飯吧 Durby's Tavern 進去看看 好暗喔 可以在賣南北戰爭嗎 當然 謝謝 我剛剛示範了 我覺得跟Bartender點菜最有禮貌的方法 是無論如何前面都要加上這一句話 乾杯 Bartender 現在在另外一家比較小小的酒吧 我真的是非常有氣氛 剛剛叫了一些吃的 以前人真的用這個煮飯是不是 這也太酷了吧 剛好最近正在 第200遍的重看哈利波特 這邊跟厚福酒吧的感覺還蠻像的 說真的我一直很想要這樣好好度假一下 就是 你check in 飯店之後 然後你哪裡也不去 你就是一直待在這裡 吃晚飯 然後我們先去攪拌 不用酒 Time 因為現在有個三分九一 所以要來為各位示範一下 在我人生當中 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看清楚喔 但是從今天開始 到我死掉的時候 昨天發現這麼一遍 我要為各位示範吃 零菜吧 I wouldn't say to order She said she already took out I don't think you were granted I thought she was great Yeah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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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每個人都有擅長跟不擅長的事情 覺得酒都醒了一半 我出來已經有點天黑了 散步的时候好像少了一点东西 OK 肯定吗 对 肯定 他只有人类似的友谊 是吗 对 我们有几个人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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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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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你很欢迎 我可以带你去我的房间吗 你可以带你去你的房间 嗯嗯嗯 什么东西 218 好好好 要你久等了嘛 对不起嘛 爸爸要喝一杯啊 我们现在在度假呢 这一只黑狗 真的是不知道在兴奋什么 第一次看它古董出事 我打赌你的前主人 突然有带你来过这种地方 你害我撒了好多啤酒啊 气死我了 哎 真的不是我在讲 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所有的客人 都是超过50岁以上的白人 偷看一下后面 真的 身为今晚唯一的一个华人客人 是有点骄傲啦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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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现在是刚睡醒的早餐时间 总而言之其实是个蛮简陋的早餐啊 这只有贝果跟咖啡 好玩七次 要继续去探索早上的庄园咯 好了 到了白天的探险时间了 在我右后方看到好大一片烟草田 嗯 今天的目标呢 是要沿着一个森林小径 一直往下走到当年的黑奴宿舍 有点热 希望我没有迷路 只要往前走 只可以走到 买到很多黑奴的地方 我想赶快走完赶快回家了 今天还有别的片要拍你知道吗 快一直闻 左右两边都是烟草 哎呦要走到什么时候啊 真的我们现在看这个地方啊 只是觉得它很漂亮 但是只要天黑了 就很适合拿来办事展大会 你走到刷塞是不是 等一下吧 这片真的超级大的 一望无际呢 这里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到了当年的马厩了 在深山里面经过一个这种房子 其实挺吓人的 好 现在路已经开始变得难走了 这边随时就是要有 电锯南跑出来的地方的感觉 这个行程非常不建议单身的旅客 一个人走肯定是会吓死了 还好有Xpert陪我 这边真的就是 已经完全是草地没有步道的感觉了 一直往恐怖的地方想 就是等一下会踩到一个捕兽夹 然后这边手机一定是没有讯号 我就要死在这里了 今天的Virginia探险旅程 我们就到这里了 前方这种找他的建筑物就是 两层楼高的Slate House 全部都是用石头叠起来的 今天非常高兴有专家陪我一起走到这边 我们刚走到快1.6米左右 刚刚经过那个马厩的时候 真的有够creepy 相信当年的那些美国古人 应该比较没有什么农历七月的概念 谢谢大家 今天来拜访大家的故居 回去又要再走1.6米 Let's go 累了哈 这个时候有expert在前面探路 觉得还不错啦 虽然我也不知道 紧急时候他能绑上什么忙 好 我们终于活着回到旅馆房间了 本来要带大家去看那个黑人的坟场的 但是刚刚真的是路况的问题 已经一个人真的走到很害怕 在这边跟大家抱个歉 我讲到庄园 大家都以为我是去一个酒庄 但其实这里是一个烟草庄 大家说我都爱抽烟 非常谢谢大家收看今天影片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的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为各位大家开箱 非常少观光客 几乎都是本地的老爷爷老奶奶的行程 以上就是今天的 Berry Hill in Virginia 来帕地V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不要趴地上了 你累了是不是 进来 其实仔细看看会觉得房间还蛮creepy的啦 Expo我们要回家咯 终于要回家咯 我现在要收行李了 你不要一直黏着我 我们跟观众说拜拜 拜拜